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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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九十六夜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 北平军分会任命 张作相为浙河前敌总指挥 统一指挥热河境内的中国军队 开陆朝阳 陵南 陵园城下 这颗指战全面爆发 开陆守军第十七旅旅长崔兴武于开战当日 即帅部投降日为 沦为汉奸 日军第六师团兵不血刃 即战开落 并在将兵封指反赤风 孙殿英军稍作抵抗一气城而去 转守为场 日军第六师团遂展赤风 随即以一部兵力蓄攻为场 指向多轮 侧影且第四骑兵旅团 其余兵力则转而南下 与第八师团 第十四混成旅团会攻领远 朝阳守军董福亭旅所属少本粮团 在开战不久 一盼变投敌 东旅防线遂为敌卸入 朝阳外围之南岭 北漂相继失守 整个防线随之动摇 二月二十五日 朝阳轮起 日军第八师团直取领远 南陆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侵略陵南后 异于同期扣翻陵园 三陆日军开始会攻陵园 陵园的平权 承德要冲 为日军心战承德直直热和全境的必经之的 陵园中国守军于赵陵旅 在陵园外围叶博寿地区 与进犯之敌展开激战 旅将是奋勇当现 欲血杀敌 以惨重的伤亡代价 顽强 阻止优势敌军的进攻 孤旅坚守陵园三昼夜 二月二十八日 于旅向第四军团总部集电求援 军团司令部集令第二十九旅火速持援 在旅至第六百八十四团急行军十三小时抵达夜伯寿 增援于旅 此时日北军在汉兼少本梁的引导下发起强攻 第六百八十四团与余吕并肩作战 继续苦守夜伯寿达两昼夜之久 三月初 日军吸入第六百八十四团 与余吕的结合部 余吕未避免招敌合围 遂撤网平权 与第二十九旅主力会合 坚守平权 第六百八十四团本梁随与吕后撤平权 因被敌截断 遂向围场方向突围 与孙殿陵第四十一军一部会合 此时 第五军团由于开落 朝阳作战实力 丧失抗战信心 由建平大部息撤至平权一切 资料图第四 第五两军团会合于平权 本可以构成颇具实力的新防线以抗恶日伪 但由于两军分属东北军内两个派系 不愿合作 各图保存实力 加之汤玉林等对日伪观望动摇 无心抗战 所以 他们并未坚守原地作战 而继续退却 第四军团在平权以西的后续部队纷纷撤向西南 经常呈洗封口撤之关内 不久 军团司令部也随之撤入洗封口 平权守军一气守平权 随权军团撤入洗封口 汤玉林部第五军团失去右翼 侧英 急调驻守龙化的军团预备队张从云旅 第七旅南下承德 在承德正东十余里的青石门一线购置防御 三月三日晚 张吕与前出至承德东郊 本日军展开基盖 牵守一夜 张作相命汤部 带城的周围布防 汤部官兵不从 要求先补发三个月军饷 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到1982年 第一卷 第104页 汤玉林建大事已去 进扣刘军车等二百余辆 由承德装载司务印天津 张作相也将司令部从承德撤出 逃往湖北口 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1932到1982年 第一卷 第104页 四日浮晓 日军除从东面进攻外 潜兵于南北两翼迂回承德 汤军从前线溃逃至承德的部队为己展开 又纷纷后撤 全线动摇 张从云旅也气受青诗轮一屑 其一步继续西撤 经长城谷北口入关 大部队则随汤玉林北撤至封宁县 经大阁镇 大滩 退往查哈尔省孤原县一带 守卫围场的孙天英不稍是抵抗一经多轮撤往张家口 日军第六师团级部近战为常 至此 热河全境沦潜 资料除日军占领热河 使华北的屏障进士 门户洞开 是中国方面在军事方面的重大失败 导致失败的原因有二 一是当时南京的国民政府 正处在激烈的政争中 上层人物忙于争权夺利 无法集中权力来指挥 组织作战 二是前线的个别指挥官如汤玉林 缺乏抗战到底的决心与信心 与敌作战 稍处击溃 热河失守 全国哗然 民众纷纷要求成万不战而退的将领 有人要求将张学良 张作下 万福林彻职严办 汤玉林击拿枪决 近五十年来中国与日本 1932到1982年 第一卷 第一百零七页 在各方压力下 张学良被迫辞去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职 国民政府发布命令 趁汤玉林竟与前方军事紧急 中永将士使致抗 敌之时 卫习细职 义务军机 身堪痛恨 先行撤制 并撤查研机与办 国民政府通缉汤玉林令 在李云汉边 抗战前华北政局史料 张县门等 中国抗日战争史第一卷 抗日十九战局面的形成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16年版 编辑 林晓静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对哦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